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张开翅膀轮回有我决定 如果她在心中相根 但开花在生命最后 只想要飞翔 一次分去抵抗 就在挣扎和无奈之前高昌 想去要上天空 不回头的我 背负沉重小姐的牢笼 禁锢都无踪 绝望都冰冻 何去何从就交给一封 你若都不懂 繁华我今生死与共 城市要上天空 不回头的我 背负沉重小姐的牢笼 禁锢都无踪 绝望都冰冻 何处何从就交给一封 你若都不懂 你若都懂 繁华我今生死与共 你若有梦 就让你和别人不同 游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了些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小曼 名字 琳玖哥 一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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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門 一門 把 你倒是 qui 嘟 cái 啊 點本 к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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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条件的服从 五五二七到 五五一七到 五五三到 哎 你说那报纸上说的是真的吗 什么 就他杀了他爹 警察局局长 我看不像了 你看这球服穿在他身上都变了个味儿 就像是 像什么 像 像是去吃饭逛园子 反正 让开 刁姐 就是她 她就是零九哥 五五一六 到 起来 你们四个 十号牢房 跟我走 五五三九 到 五五三三 到 起来 你们两个 六号牢房 跟我走 八九六三 到 你最后一间 紫囚房 跟我走 你 刚谁说的好看来着 我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大石棒 你 去把你囤的那点好货 都拿出来吧 刁姐 您不说 那点货 要留着过年 或者值得庆祝的时候 再用吗 我马上去拿 今儿就是个 值得庆祝的日子 刁姐 今儿 是我青雕活这二十八年 最可老老师才庆祝的日子 就是这儿 进去吧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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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坐坐坐坐 文公子 如果你一游未尽的话 我当然愿意奉陪 对吗 你出身名了 手上这个戒指 应该也不是普通的货色 萌冲 九哥 我到处找你呢 原来你在这儿啊 九哥 你怎么来了 你们在打桥牌啊 在船上太无聊 打发打发时间 我也挺无聊的 我帮你打 可是你不会打桥牌啊 不会 我可以学啊 你忘了 我学东西很快的 谁打发牌 小姐贵姓 免贵姓林 你要知道 我们这儿可不是闹着门的 我知道啊 这个可以吗 可以啊 九哥 咱们走吧 先生归姓 免贵姓萧 萧先生 发牌吧 好啊 对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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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欠我两千法币 我看你手上那个红宝石戒指的价值部分 应该可以偿关赌债吧 可以啊 连小姐 请孝纳 确实不普通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刚刚到底是怎么赢的 林小姐是法国巴黎大学数学系高材生 三年之内拿下数学和建筑两个学位 别说区区52张牌 就是104张牌 对她来说也不在画像 厉害 厉害 肖某今天输得心服口服 嗯 告辞了 公爵夫人 真的很不好意思 今天让你跟我一起输了 没事 我可以请您喝一杯酒吗 好的 酒哥 我们也走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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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哎 哎 哎 九哥 九哥 快把这个戴上 这什么呀 咱们两个的订婚戒指啊 这都能上毒桌 也不算珍贵 戴不戴也无所谓 行了行了别长了 在我这儿呢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扔 九哥 你误会了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拿咱们的 订婚戒指去堵的 九哥 你难道不知道吗 这辈子我要是离开了你 我是活不下去了 我冷蒙初对天发誓 以后要是再干出让九哥不高兴的事 我就 我就到海里去 喂鲨鱼 好不好 好啊 好呀 蒙初 赌博不好 答应我以后不要再赌了 好 你怎么了 船快靠岸了 船快靠岸了 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这都晃了两三个月了 爸爸还不知道我们订婚的事情 我长得也不难看 虽然不像你是高学历 但我好歹也混了一个名校毕业 想必岳父 应该也不会嫌弃我的吧 我不是担心他对你不满意 我是担心 爸爸会因为我私自订婚的事情而生气 三年前我去法国留学 就是私自决定的 因为这件事情 爸爸三年都没有主动给我写过一封信 放心吧 到时候我一定好好表现 岳父大人一高兴 说不定就把之前的不愉快给忘了 开心一点 全都不许瞎传 为什么呀 这是不是 是不是让我们下车 这是不是 这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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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警察是怎么办事的 要我说 就应该重点搜查 那些跟公爵夫人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 那些跟公爵夫人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 毕竟项链戴在脖子上 难道她也不容易吗 严小姐不当警察 严小姐不当警察 真的是可惜了 湘先生觉得我说得不对吗 对啊 太对了 可严小姐也是下午的时候 跟公爵夫人坐在驿桌上打的牌吧 你不被列为嫌疑人的话 也说不过去 深圳不怕影子邪 随便搜 严小姐 到你了 小姐 你怎么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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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不就是公爵夫人的项链吗 队长 搜到了 谁呀 谁呀 这是我的项链 项链 为什么在你包里呢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今天下午 这位小姐和我们夫人 在一个房间里打过拍 刚才在穿烫的走廊上 还碰过我们的夫人 这么说 你有充分的作案机会了 不是 可是我为什么要偷他的项链 还这么愚蠢地把它放到包里 懂得你们搜啊 这两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们待会儿回警局 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这位警官 你们一定是弄错了 我有我的人格担保 我的未婚妻 绝对不可能是小偷 未婚妻 你和她是一起的 是 一起带走 凭什么我们又不是犯人 我觉得这个人才可疑吧 从下午开始 就一直在打公爵夫人的主意 刚才跟在我身后 肯定是她把项链 放进我包里 栽赃给我的 莲小姐 你不要冤枉好人好不好 办案 是要讲证据的 我没有偷项链 我也不是 我 我不是小偷 你 你 你凭什么抓我 我真的不是小偷 是不是小偷 我们自有危险 带牢 是 走 走 快点儿 蒙处被抓到警察局了还磨什么阳谷 爸爸 您别着急 前面就快到了 今天路上人多 这已经很快了 还不是怪你 时间都过了也不知道提醒我去码头 这事怎么能怪大哥呢 你在房间里打电话 快敢去打扰你了 自己定下的过程 还怪别人 你再仔细好好想想 那个项链 为什么在你包里 肯定是那个叫萧凌峰的男人 放到我包里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塞的 猜 是定不了罪的 那你要我怎么样 你证明我无罪本来就是你们警察的工作 证明你有罪 才是我们警察的工作 要想证明我是被栽赃的也简单 去检查一下那个项链上有没有我的指纹不就知道了 你倒是挺清楚的嘛 你什么意思啊 我是说 你很有经验 龙初 爸 姐 大哥 你们过来了 我们在码头接不到你 听说你来警察局了 到底怎么回事 九哥被人诬陷 说他在船上透了一位夫人的项链 有个叫龙天宇的警察 非得把我们带回警局做别录 谁是九哥啊 九哥是 爸 他就是九哥 龙伯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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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阁下想必就是龙天宇龙警长吧 我是 是 是 比人冷时难 上古海关监督 全自蒙出 从小就有良好的教育 绝对不会干出什么投机摸狗的事 肯定是受了别人的牵连 还请龙警长行个方便 让我带小儿回家 好好管教 告辞 爸 九哥也不可能是小偷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我可以跟你走 我也要带九哥走 蒙出 蒙出 这里是警察局 是不会冤枉好人的 林小姐要是冤枉的话 肯定会被无罪释放 你就别再胡闹了 快跟我们回家吧 任何人 在指纹鉴定报告出来之前 都不准离开警局 对了 冷公子 也麻烦你 让我们采集一下你的指纹 龙警长什么意思啊 你是怀疑犬子的清白吗 冷公子当时也在案发现场 而且与林小姐关系甚密 我们的的确确不能排除他的嫌疑 查清事实真相 那是你们警察局的事 我弟弟是清白的 人必须跟我们走 阿辉 到 带下去 谁敢动我弟弟试试 我相信 蒙初跟林小姐是清白的 既然是清白的 有什么可怕的 这里是警察局 警察局有警察局的规矩 不管是谁 都要遵守 好了 九哥绝对不可能是小偷的 你们知道九哥的父亲是谁吗 九哥的父亲 就是你们警察局的局长林奥东 是问警察局局长的女儿 怎么可能是小偷 是小偷的女儿 是小偷的女儿 开心小偷的女儿 很像那些人 該怎么会儿 把你给了 你再帮她 绝对不得了 九哥 局长 爸爸 回来了 回来了 爸 你叫我什么 我跟九哥 已经在法国订婚了 你怎么回事 林局长 没想到我们居然成庆家了 领钱金财貌双全 可全子真是家务天成啊 九哥现在可以跟我走了吗 项链上确实没有林小姐的指纹 排除协议 她可以走了 小女周车劳顿需要休息 还请各位见谅 我们先失陪了 九哥 龙初 可是 如果没什么事 我们也走了 好 姐啊 我怎么觉得林伯伯好像不太喜欢我 你连身招呼都没打 就把人家女儿娶回家了 我要是林伯伯的话 我也会不高兴的 而且今天见面又是在警察局 难免会有些尴尬 你放心吧 回家好好洗个澡 一会儿姐姐去跟你正式提亲 离家的饺子 还家的面 吃吧 爸爸做的面最好吃 是 女儿大了不幼爹啊 你出国留学是好事 爸爸当初不应该反对的 那为什么我给你写了那么多封信 你一封都没有回 爸爸老了 又爱面子 你想给你写信 有无从下笔 九哥 别怪爸爸 其实 我也猜到了是这样 其实你的每封来信啊 爸爸都看了三四遍 我知道我的女儿很优秀 不但拿下了巴黎大学数学期的学士学位 还俯修了建筑 我的女儿真了不起啊 爸爸真为你骄傲 爸爸 在法国的时候 萌初对我很好 每次我生病的时候 他都守在床边照顾我 吃完面再说 凉了就不好吃了 吃吧 来 卖花儿了 来看看啊 卖花儿了 来看看啊 来看看啊 进去吧 如果冷监督和冷小姐 是为了小女的婚事而来 那就免开尊口 请回吧 林伯伯 小弟和令千金郎才女貌 而且论家事我们也都门当户对 您为什么如此反对啊 您为什么如此反对啊 小女年幼 历练尚前 婚姻大事应当由父母做主 总之 我是绝不会答应这门婚事的 爸爸 林伯伯伯 如此棒打鸳鸯 是不是对盲初 或者是对冷家有什么误会啊 冷监督在上姑 位高权重 掌握一方海关 我林家两袖清风 清贫度日 只怕高攀不起 请回吧 九哥啊 林局长话已至此 再多说也没用 念之 我们回去吧 我觉得这个人才可疑吧 从下午开始 就一直在打公爵夫人的主意 刚才跟在我身后 肯定是她把项链放进我包里 栽赃给我的 你为什么要反对我的婚事 难道就因为是我自己选的 您就要横下干涉 是不是我做的所有决定都是错的 从小到大 您就像关犯人一样关着我 除了上学读书 我跟外界几乎没有任何接触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就因为我的生父是个罪犯 您认为我的血液里留着犯罪的因子 所以您才要防着我 既然这样 当初就该让我自生自灭 又何必费事把我养大呢 九哥 你 你胡说些什么呢你 爸爸 你真的把我当您的女儿吗 还是说 我在您心里 一直是个罪犯 我真没想到 这么多年 在你心里 竟然对我有这么多的怨怼和不满 九哥 我发誓 我从未对你另眼相看 你在我眼里 就和我的亲生女儿一样 我也想相信 但是从小到大我一点自由都没有 可罪犯有什么区别 我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你会对我有这么大的误会 可是九哥 爸爸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我恨你 九哥 我 小妹妹 干什么呢 你干什么呢 陪哥哥喝了杯 你 你站着 我不去准查了 别怕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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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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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干的 快 手给我 来 拿我 拿我 你 你这是谋杀 我要告你 我告你 要报警 到警察局去 滚 你没事吧 没事 他要真死了 你就成了罪犯了 罪犯 我的确是个罪犯 你再把我抓回警察局好了 下次这样的情况 你不能见死不救 知道吗 你不是刚巧出现在这儿的 从林家开始你就一直跟着我 你知道我在跟踪你 我可是警察局长的女儿 要是别人跟踪我都不知道 岂不是丢了我爸的脸面 你一路跟着我 看着我被人欺负 却不出手 我严重怀疑 像你这样的警察 能不能保护上路 市民的安全 还有 你怎么知道 我不会救刚才那个人 他欺负我 我只是先让他吃点苦头 这点小惩罚 应该不算过分吧 行 说吧 你跟着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之前说 公爵夫人的项链 是一个叫萧凌峰的男人 放在你包里的 我说了 那只是我的推测 这个萧凌峰什么来头 我也不太清楚 我只跟他在牌桌上打过牌 据他所说 他之前一直在南洋一带旅游 看他的衣着举纸 倒像是个有钱人 不过 不过什么 他多半是装的 装的 他的手很粗糙 至少十八岁以前都在干苦力 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不要再跟着我 难道就因为我胜负是个罪犯 您认为我的血液里流着犯罪的因子 所以您才要防着我 你才会把我肯定的 既然这样 当初就应该让我自生死灭 又何必费事把我养大呢 九哥 你胡说些什么呢你 爸爸 您真的把我当您的女儿吗 还是说 我在您心里 一直是一个罪犯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打赏 今天起 我就是你的爸爸了 我保证 我会像你的亲爸爸一样 照顾九哥的 来 爸爸 九哥啊九哥 你怎么可以对爸爸说那样无情的话呢 爸爸他为了你终身委屈 你还要他怎样 你肯定就不配做他的女儿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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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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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是谁杀了我爸爸 我问你是谁杀了我爸爸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爸 爸 爸 放开我 爸爸 傲外 傲外 杀局长被杀 前外是亲生女儿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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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阻拦租界警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吗 我认为我的提议合情合理 毕竟死者是我们华界警局局长 我们应该有起码的主动权 郭韵衰微,你还有这样的志气 好,你要主动权,我就给你主动权 Zither Harp 是不是放弃,送你这个注定 却不会和幸福,若期若离 越来越清醒,越不可能轻易 感受着寒冷的蜻蜓 浪潮涌动着,万场人生情语 她的喜怒你我不能参与 但梦面俱下,孩子般的顽皮 从无声无息地逝去 你的每一条消息,都是我的风景 生活总是难掩回忆 在那个夜里,上天资予的经历 天栏干河江碧,等不住我 也化成唇泥 离人 乱雨飞翔的秘密 那些过往痕迹 就让我深深刻在心里